这果然是一个适合三代同堂的大客厅 我觉得很大宽敞而且很明亮 是 当时我们在它的背墙 我们用了多层次的凹凸面的设计 也呼应了鞋柜上的一个设计 它也是属于凹凸面 在两旁我们用了灰镜的一个镜子 那它承托出比较时尚感 而且感觉空间又放大不少 对 放大更多 然后我们特别挑选了一个红色的主灯 让它更有味道 让整个空间更有味道 就更有那个色彩了 是 是 是 那我们已经看到你这个空间当中 完成屋主许多的需求 它要把袜子放在鞋柜的区域 它养鱼 它养猫咪 接下来呢 主人还有一个是 是 它其实它不仅是养鱼养猫 它还有所谓养水草 水类三十的这种兴趣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帮它想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最适合就是在它的阳台 所以我窗户门打开室内室外 简直就是合而为一了嘛 是 没错 有完成它喜欢自然休闲的氛围 是 既然这房子是三代同堂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需求 我们来看一下呢 年纪最长的长辈要什么 是 当初叶子它有神龛的需求 所以也请过老师来看过这个位置 就在那 跟尺寸 对 就在后面 对 那因为来讲我们把神龛跟电视墙做了一个结合 那我们神龛呢 我们用了所谓白胡桃木 它的那种自然的纹理 呈现出那种特殊石墓的风味 那我们在进门的时候 可以不会直接看到神龛 至少这个框的部分会让我觉得它是你电视主墙设计的其中一个部分 是 那我们在电视的部分来讲 我们用了所谓的石墓皮 作为这个电视的底柜 然后加上这个银壶 白色银壶的这种大理石 因为它的本身大理石都是天然的纹路 所以这个纹路都非常难找 比较稀少 再加上这个粗矿仿这种石材的瓷砖 那是瓷砖喔 对 是瓷砖 可是有那个板盐或什么那个石材的效果喔 对 它在运用这个灯光的照射之下呢 感觉这个会比较粗矿休闲的味道 老实说这个电视主墙面跟整个客厅的氛围 还有你外面的那个山水的造景 还蛮让这个空间有户外休闲的氛围 是 来 跟着我们一起到这家的餐厅来进行 所谓的户外野餐的氛围喔 我觉得这个空间当中要营造户外野餐的氛围 还蛮高难度的喔 是 那我们在桌面的部分呢 我们采用比较粗矿的纹路 来作为它的桌面 那我们在天花板的部分呢 我们用了黑白色的层次 加上灯源的部分 那底下的灯源呢 它是可以做调整的 你说空间这个餐厅的氛围可以调整光源 对 它不管不仅是白天夜间或是晚上 都可以做不同的调色 用灯光来营造这个它要的氛围喔 是 OK 光源可以很多变化吗 可以很多变化 我们不仅是渐层 那我们还有地面的投射 这都是一些光源的一个处理方式 你说地面是哪边 地面就是后面有树枝的一个景象 那它也是能够在感觉像户外的感觉 有影是吗 有 因为它有不同的灯源 它可以调一个灯 或者是两个灯 三个灯都可以 所以这个虽然白色搭在白色的上面 可是光不一样的时候 会有那种外面树影摇曳的效果 对 所以用餐起来就像户外的感觉 真的很棒 大家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旁边又有我的鱼又有我的猫 然后环绕我身边 完全成功地打造了要在室内 有户外野餐的享受 是